HELLO 大家好 請那我們今天就來下 我們的抽筋姆特貓熊熊&西兽之旅了 那目前來說 上次碰到一大堆我們那個 空洞犀貓啦 有點恐怖好不好 但是我們也解決了那個就是 Sea of Tuna了好不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 Bemboo什麼東西鬼 看一下裡面有沒有一些新東西 感覺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可以就是用那個 抽筋姆特貓大打一波啦 好不好來看一下 這次會出現的是什麼 欸 開始出現不死敵人囉 哇欸 欸 那個 我們這個傳奇關卡 還沒有到很後面就出現了這個不死敵人 欸好不好 這只有我們IT版本有吧 那不知道會不會有一些就是恐怖的那個 不死新生物喔 好 目前來說看到的是我們這個 不死小敵人&我們的這個 猩猩翼組喔 然後先出我們的熊熊 大打一波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喔 然後後面再出一下我們的西兽 那這邊看起來好像就不是我們那個 狂亂環節了喔 終於要跟狂亂環節說掰掰了 真的很常遇到那個狂亂環節喔 但是碰塔之後才會知道就是真正裡面 會有哪一些東西了好不好 讓我看一下啊好不好 有沒有一些很恐怖的東西 來來來 夾夾夾夾夾 這關好像就只有黑色敵人跟這個 一般的猩猩再加上那個 不死的這個小敵人而已喔 貌似沒啥太大問題 哎呦呦 不死河馬 有不死河馬 而且我們之前已經遇到過一次那個 不死噴噴了啦好不好 在我們就是那個 前面的那個 傳奇關卡裡面 應該是還行的喔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好沒問題 不死敵人承了會比較麻煩啦 因為 他會再復活嘛 會卡你陣線 但是我們現在目前來說熊熊跟死以獸 都是基本上一下一隻喔 就很輕輕鬆鬆喔 加油加油喔 弄死弄死 弄死他們 拍 瓦 鑽地滿了好險 沒讓他鑽下去 所以現在來說我們的傳奇關卡 應該都會遇到這個 不死生物一組囉 看來是不死的恐怖的東西 不知道到時候他會放什麼東西出來喔 感覺 玩IT版本可以看到各種就是很強力的 這個敵人的各種搭配 蠻嗨的嘛 OMG在這邊 喔居然是 庫山昇龍怕配上我們的 不死一組 哇這個頂麻煩了喔 這個如果我們沒有死以獸跟熊熊 哇 熊熊的拳擊比較暈 還是我們的這個 庫山一拳 哇哇哇 而且他打完之後還會給我們那個緩速喔 OMG 還有小擊退 完了熊熊 熊熊會不會直接被他揍死啊 而且後面來了一大堆那個不死生物耶 打了一下應該好像還ok 我們後面還有第二part了 但是剛才有一隻不死海豹好像鑽地板了對不對 有在這邊這邊 哇來了 哇 這一次這個 其實頂恐怖的耶 結果後面果然還是我們的狂亂貓咪耶 因為我就想說奇怪我們的巨神貓好像 還沒登場對不對 看來好像還是可以 可以抵擋得住的樣子 但是 好恐怖喔 我覺得熊熊有可能會直接被那個 被狂亂巨神貓打死 好恐怖喔 好緊張 應該是還可以啦我們現在 我們有兩隻熊熊再加上兩隻死亡獸 應該會比較ok一點點 再來第三隻熊熊也出來了 哇 這個應該蠻強的耶 而且他的關卡居然是配上這個 不死敵人 不斷幫他撐戰線這樣子 好險我們這邊熊熊跟死亡獸還是獲勝了喔 果然好不好 兩兄弟出擊 一樣沒問題 讚讚 加油加油 好嗨好嗨 在第三隻死亡獸 哇我們現在 打關卡已經變成要出 三隻熊熊跟三隻死亡獸了耶 結果還是狂亂系列啊 那不知道下一關會是什麽喔 好嗨好嗨 哇你看這個 不死的海報還是有機會可以鑽地板 這個會鑽地板就真的 蠻恐怖蠻恐怖的 加油加油喔 加油加油喔 NICE 沒問題 還有喔還有喔 看來這個關卡還沒結束喔 下一關Bump Coaster好不好 但是這關的話就只有80題應該就還好 所以是我們剛剛那個 狂亂系列的關卡 因為狂亂系列的關卡好像 我們上次打的時候好像每一關基本都是 200體吧對不對 200體真的是有點恐怖喔 恐懼的200體 來來來 鱷魚而已 先一樣先輸熊熊 弄起來弄起來 然後有觀眾跟人民講說就是 我的版本更新之後到後面就可以抽卡了 這個我知道喔 但是我如果更新版本的話 我們抽筋母特貓就會不見了 那這個系列的話主要來說本來還是就是想要讓大家看就是 抽筋母特貓的這個版本喔 因為其實版本更新之後啊 原本的傳奇關卡那個 配置好像也有做一些更改喔 所以後來的話就是我們最新的就是一直持續不斷更新的那個 IT版本才會就是去做這個工作 因為我不想讓就是抽筋母特貓不見啦好不好 因為別人好像說抽筋母特貓如果拉上去的話 可能會變成我們抽筋牛貓 但是我還是比較想要就是 先看一下這個抽筋母特貓這個版本的那個關卡到後面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他目前來說沒有在持續更新的話 他一定會打到一個緊繃 那等到我們那個 打到那個緊繃之後的話 我們就看一下就是接下來那個 接下來就是我們在更新改版拉上去看一下其他版本多出的新關卡喔 我想要先看一下就是 最初的這個抽筋母特貓版本的這個關卡究竟長什麼樣子 其實蠻嗨的耶 前面就有很多那種就是 你平常看不到的那些敵人喔 好 又是實體獸 再加上我們紅色敵人 其實感覺好像看關卡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就是這個關卡的那個難易度的樣子喔 就還行還行 加油加油 讓我們把他給打死 nice 沒問題 熊熊一下 啊11週拜拜 這個我們之前已經看過了喔 那今天看來就是最恐怖的大概就是那隻狂乱巨神貓了吧 居然還是搭配我們那個不死生物一群 好恐怖 來來來 下一關 你看這邊的話基本上都是這個 那我們應該可以開個加速 80個這個體力好像都是比較偏一般的關卡 因為我們之前的那個什麼 之前的那個 關卡是狂乱系列的好像都是200多 所以大家可以依照那個體力來看一下 來判斷一下那個 關卡難度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的 來我們前面就先來給他 酷酷的往前進 為了避免措施每一關卡的那個內容配置 這邊這邊的話 還是先用加速跟開熊熊這樣子 過去應該是ok的 弄起來弄起來 打起來打起來 反正我們這個系列的話 罐頭一定超級無敵的 因為我們沒辦法抽東西你知道嗎 來了會是什麼 一大堆的這個 海踏沒事 ok ok 然後再來是85 啊忘記開加速了 85 有鋼鐵的喔 等一下我先出去開個加速 有鋼鐵的出現了 那鋼鐵出現的話我們就必須要用 貓河宇宙或是用我們那個 狂亂萌萌貓吧 狂亂萌萌貓好像也可以打那個 會心一擊 但是我們必須要先把我們的這個 熊熊給他出出來喔 熊熊出擊 nice 熊熊出擊 然後在後面就疊多一點這個 再加一隻死獸 這樣我們會心一擊就打很出來了吧 貓貓貓 nice 喔 欸貓貓貓 好像不錯喔 貓貓貓是不是百趴啊 我記得他好像百趴爆擊 百趴會心 對 百趴會心一擊 水水水 好險我們之前有先打這個萌萌貓 鋼鐵敵人 我們就萌萌貓給打爆 就沒問題了 暴擊 欸 可以 以後暴擊關卡不用擔心了各位 IT版本暴擊貓貓要換人了 貓河宇宙準備下台這樣子 哇 都忘記 萌萌貓貓 狂亂萌萌貓 一隻好用的東西 只可惜他沒有那個啦 沒有跟就是那個 我們在打他的時候正常版本的那個貓貓貓一樣 有那個就是 波動的那個潰心一擊 有的話就很爽 目前來說波動的潰心一擊好像就只有我們的那個誰啊 就只有我們的頭槌貓友而已好不好 而且是真正的 真正的可以就是 波動的這個潰心一擊 還蠻不錯的 完了 這關卡比較麻煩一點點喔 來得及嗎 來得及嗎 拜託一定要來得及 好可以 熊熊出掌 沒問題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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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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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喔 哇 樹懶也是一下就直接被熊熊拍飛 熊熊不愧是熊熊 這十八萬以上的傷害真的不是蓋的好不好 完全沒問題 太神啦熊熊 太神啦 Nice nice 準備直接把塔給毀掉 再一下 再見 沒問題 舒服啦好不好 舒服 看一下喔 接下來是九十 沒體力了 那今天的話 基本上我們有看到那個啦 狂亂巨神貓 果然好不好 我想說障眼神沒看到巨神貓 果然今天看到了 然後他竟然是搭配了不死大軍 這個好像還蠻恐怖的 不過沒關係 我們這邊還是順利的贏過去喔 不過是出道了三隻熊熊 跟三隻死以獸 確實是一個狠角色了 好啦我們今天就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品牌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我會不會 我們在一起 谢谢观看